老师好 刘悟空你好 今天有机会跟老师商量 我们留学生还是别的外国人问自己 就是中文名字是怎么起的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如果在中国还是有些我们原来的名字 我们有一些问题想问你关于起中文名字 小先生在中国文化中中国人的名字是怎么起的 在中国文化里面中国人的名字一般都是由他的长辈来起 比方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是认为尊贵的人 来给自己的孩子起中文名字 但我们的留学生中文名字就不是这样子的了 那姓名这个字姓和名有什么区别 怎么分得出来 在中国人的名字里面 姓一般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 大多数是来自于父亲 那么父亲的姓呢 又来自于他的父亲或者母亲 也同样大多数是来自于他的父亲 所以说呢 中国人的姓是传承下来的 是由自己的先祖獲得姓以后一直传承到现在这一辈人 挺有意思 一般来说姓名有几个字 一般来说姓名至少有两个字 因为姓是一个字 然后呢再起一个名 而名的字数呢可以是一个 也可以是两个字 也可以是三个字 大多数情况下 中国人的名字里面的名字是由一个字或者是两个字来取的 我们来中国之前 我们留学生有自己的名字 父母给的名字 那有什么原因 为什么要给留学生起中文名字呢 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留学生 到中国来学习的时候 你们本来的名字呢 比较长 而中国人发音的时候呢 会发不准 同时呢 为了让同学能够融入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 如果有一个中文名字 这样你会很方便和中国人交朋友 成为中国一部分 这样更能深切的了解中国的文化 所以说我们的留学生到中国来以后呢 很多留学生都有自己的中文名字 啊 我们学校每一年有新留学生来这学习 都是你给他们起中文名字吗 对 这也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也是我非常高兴和愿意做的一件工作 每一个新的留学生 每一个新的留学生 来我们学校报到以后 都会来到我的办公室 然后呢 我会给我们的留学生同学 起一个中文名字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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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的名字到现在 就是到现在你起的名字有几个 大概有一千多个了吧 哇 一千多个名字 老师 你起的名字挺多了 那不会重复给留学生起一样的名字吗 我虽然给一千多名留学生起过中文名字了 但是目前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每个人都有新的名字都不一样 啊 啊 我们人都知道名字是我们的身份和代表 那你怎么取名字 你用什么方法来取名字 首先当一个新的同学来到我办公室的时候 我会简单的问他 你有什么兴趣 爱好 你擅长做什么 你喜欢哪一门学科 你喜欢体育运动吗 你喜欢音乐吗 啊 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 可以介绍给我吗 那么同学们呢 就会用自己的母语 或者用简单的英语来告诉我 因为这个时候呢 同学们都还不会汉语 都是新的同学 这时候我会观察这些同学 那么从这个观察里面 我能捕捉到他的性格特点 他喜欢干什么 他喜欢数学呢 还是喜欢物理呀 他有什么样的理想和抱负 以此来判断 我就开始给他给一个中文名字 那么这个时间呢 也就是个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吧 啊 真的老师很聪明 那老师我想问你一下 如果在起中文名字的时候 就是如果老师的心情不好 比如说老师累或者老师不高兴 这个情况下 不会影响留学生中文的名字吗 我认为这种情况 目前还没有发生过 因为呢 每个新的同学来的时候 我都非常有兴趣 想探求这个同学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学 他有什么理想和抱负 和我个人的心情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会选择非常好的汉语的名字给他 那我有一天我听说 一个人说 留学生的名字 就是大部分的留学生的名字 没有文化味 就是说是随便提的 有什么建议能给提提给 就是取名字的老师们或者别的人 我首先呢想说一下 我会给我们的留学生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首先呢我会选择 有中华文化内涵的字和词 给我们的同学 比方说我以前起过的 有一对乌克兰来的同学 双胞胎 我给他的这兄弟俩 起了名字 一个叫唐斯贤 一个叫唐斯奇 为什么呢? 因为呢在中国有一句话叫 贱贤斯奇 所以说把这样的字 就赋予了这对双胞胎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俄罗斯同学 叫科尚贤 因为他的发音呢 对他的你认识是吧? 对我认识 因为他的这个信的发音 第一个音呢是科 他的本来的名字 很抱歉 我不知道他的本来名字 信怎么读 当时的时候可能知道 当时的时候会知道 他的发音 第一个字呢 发的就是科 所以我就取了可 木字边过来也可以的可 那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呢 我们一直讲的是 人有圣贤之德 所以说呢 贤就指的是贤良 你要有一颗善良之心 你要能够有一个 爱别人 帮助人 这样的品德 所以呢 崇尚贤德 因此就给他起了 上贤 崇尚贤德 就可上贤 那么我们以前还有一个女同学 白俄罗斯的 他非常的这个 身材高跳 长得很漂亮 很修美 我给他取的名字叫寒美 寒 是冬天的意思 寒冷的寒 梅花的梅 那么 不是美丽的梅 是梅花的梅 寒梅 因为呢 他这个寓意就是 比喻他 能够在冬天里面 抵抗严寒 仍然开放 像一朵美丽的花朵 叫寒梅 再比方说 你们的罗旺达的同学 有同学呢 我给他起名叫 魏福邦 魏福邦 对吧 福是祝福的意思 邦就是国家的意思 就希望这个同学呢 能够成为一个有助于国家的 有利于国家的人才 叫福邦 老师 我的名字 雷欧坤 是你给我起的 那这个名字 什么意思 你来我的办公室的时候呢 我发现你是一个思维敏捷 很有担当 很有责任的一个同学 所以呢 你的名字的发音里边有 Leo 我呢 就先取了前面的音 叫雷欧 同时呢 我觉得你这样一个有担当的同学 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所以第三个字 我取了 坤 坤 是前空的意思 天地之间 希望你能更有大的作为 所以你的名字叫雷欧坤 你喜欢吧 啊 喜欢喜欢 因为很多人说就是 这个这个名字坤 就是最好的坤 啊 他们喜欢 他们说有那个文化 然后他们说 嗯 谁给你起的 我说是我老师给我起的 嗯 那老师有别的名字 就是你记得了 他们的意思吗 比如说 我知道一些同学叫孔思竹 这样的 你 他们的意思是 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 我们有两个女同学 一个名字叫孔思竹 一个名字叫孔贤竹 那么他们两个呢 都来自同一个国家 孔是取自了中国的教育先生 思想家 教育家 政治家 孔子的姓 取了孔 思竹和弦竹 都是一种乐器 都是一种弦乐 那么它呢 是竹 是中国的一种特有的物种 是中国比较流行的 那么中国的很多乐器呢 是由竹子来制作的 所以贤竹和思竹 有一种清脆清亮 优美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给他们取了孔贤竹 和孔思竹 同时呢 还有一些同学的名字啊 跟他的国家也有关系 你比方说 我们有两个同学 来自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这两个同学呢 长得特别像 那么我们给他起名字的时候呢 我第一个姓 就取了他国家的姓 叫坦 一个名字呢 起了坦富兰 富意义呢 就是花的香味 兰花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 是一种品杰高尚的 一种花味 比较名贵 坦富兰 坦诗兰 诗歌的诗 女孩子嘛 如画如诗 哎 对 说到如画了 我们有一个 印度尼西亚女同学 我给她起了名字叫 陈如画 陈如画 对 我们还有一位 哈萨克斯坦同学 她喜欢画画 美术很好 所以我给她起名 叫丹青 丹青 丹青就在中国文化里 就指的是艺术家 美术家 她叫丹青 那么我们今年 冲绿笼园文艺展演的时候 有一个冬黄舞 你看了吗 我跳过 你跳过 对 你跳的是金刚 对 对 那么 冬黄舞里边 女主角 林舞的是一名哈萨克斯坦同学 我给她取的名字叫米卡 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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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优雅 所以她特别喜欢 是这样 还有一个问题 女同学的名字和男同学的名字 怎么分得出来 中文名字 对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呢 女孩子呢 如花 如水 如诗 如歌 所以呢 女孩子的名字都比较柔美 有一种诗情画意在那边 而男孩子的名字呢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 要取得刚硬 坚强 有毅力 所以说呢 我给咱们留学生起名字的时候 也是按照这两大块思路来取 所以女孩子的名字呢 都是中国传统的高贵一些 那么男孩子的名字呢 就是一般语 德 比方说孔德 对孔德 孔 取自于孔子 德呢 取自于品德 孔德 还有呢 徐若谷 来自于徐怀若谷 这个成语 给它起名徐若谷 司马 洪湖 洪湖呢 就取自于洪湖之志 这是中国很著名的一句这个成语 那么给它起名司马 作为姓 洪湖 作为它的名字 所以这些男孩子的名字呢 都具有这个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的意义 在里面 那最后的问题 我们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 也有不同的文化 你根据什么来取中文名字 我们自己的文化 不会就是 你不会根据我们自己的文化来取中文名字吗 也会的 比方说我们有一部分同学呢 是来自阿拉伯国家 那么他的本来的名字呢 比方说叫阿里的同学特别多 很多同学的名字都有阿里 那如果大家都叫阿里 我可怎么办呢 会有这个三四十个阿里在这里 那么这时候我就给他以区分 有时候呢 会给他取一个 跟他的传统文化相近的 比方说我给一个同学取的叫木清泉 木呢 是来自于摩哈摩德这个发音 木清呢 就是我们讲的清真的那个字 清 而后面取了一个字叫泉 是泉水 就是比喻他呢 这个清洁高洁圣洁的意思 这也跟他本人的文化呢 也相互结合和融合 所以说呢 我们会尊重同学原有的文化背景 来给他给一个合适的中文名字 谢谢老师 谢谢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 其实我们把握的知识挺多的 而且你跟我分享的那个 其实挺丰富 我希望我们有学生 还是别的外国人 能知道怎么中国人 就是怎么起名字 谢谢老师 也谢谢你 想这么探究中国文化 我呢一直也非常期待 有留学生能注意到 他的中文名字的意义和含义 以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中文名字 所以说现在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呢 都非常高兴 有一个非常好的 寓意深刻的中文名字 我呢也欢迎更多的世界各国的同学 能到我们兰州交通大学 来留学学习 这样你就有机会拿到一个好的中文名字哦 欢迎欢迎来到兰州交通大学学习 你好 你好 我的名字是 小元fang 这里是教学习 那是教学习 我们这里有这个名字 它是 去到一间空多的地方 为什么教学习 我们有这个名字 因为我喜欢 去到一间空多的地方 我喜欢旅行 你好 好 你怎么办 我好 我的名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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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字是 我的名字是你中国人 我的名字是Considro 非常好名 誰給你那名字? 我的教授臣給我 哇 你喜歡那名字嗎? 當然,我喜歡 你覺得那名字嗎? 是的,那些人,那些學生 他們喜歡那名字 你覺得那名字嗎? 他們覺得那名字有很好的意義 這很好的意義 這很棒的意義 這很棒的意義 因為我兒子的名字是Kun 他們有一個中國的教授 他有那個名字 Kunzi Kunzi 是的 那是一個很好的名字 你好 你好 你的中文名字是什麼? 我的中文名字是Kunxianzu 你喜不喜歡你的中文名字? 我特別喜歡 你覺得中國人也喜歡嗎? 是 我覺得他們也喜歡我的名字 你的中文名字是給你起的? 你的中文名字是留學生的老師給我 是你的老師給你起的 那你可以告訴那個老師什麼? 我可以告訴那個老師 我非常感謝他 因為他給我好聽的名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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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中文名字是什麼? 我的中文名字是賴杰碧 你喜歡你的名字嗎? 喜歡 你覺得中國人喜歡嗎? 可能 我給你 你 好